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4月23号进行的烂科杯32强的比赛 由黑方王兴浩对战白方同梦成 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开局在右上方的这个定型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下法 只不过当黑棋拐打的时候 白棋没有长玩手贴下去定型 而是单拐 那黑棋打吃 这个局部就暂时告一段落 这也是非常简明的一个下法 之后白棋点33掏空 往前跳一个 这里黑棋也可以拖先 或者说往右边拆边都可以 实战黑棋搬住 选择另外一种下法 白棋贴 然后黑棋挂脚 白棋夹过来 这个地方选择定式的话 如果说黑棋点33 这样定型 那白棋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然后下方这里的配置也非常不错 白棋的效率还是比较高 所以说黑棋跳出来作战 然后打入 把白棋的模样打散 之后白棋跳出 因为这个地方不走被黑棋搬进去的话 那白棋不好 白棋跳 这个时候就看黑棋先往哪边补棋了 先往脚上冲一个二路立的话 那左边被白棋先动手 这里会被白棋先手分段 然后白棋跑出来 黑棋两块棋都面临被封锁 这样黑棋就很难下了 所以说肯定要先在左边补 黑棋二路拖 寻求联络 白棋搬断的话不成立 被黑棋打吃完之后再一穿 那白棋不好 这里白棋先虎了一个 这手棋的意图就是 如果黑棋粘那就中计了 被白棋再往下扳断 黑棋还是会被分开 黑棋如果说还是想要直接联络的话 可以往旁边碰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脚上肯定要 黑棋抢到先手顶住就可以连回了 不过这样下不一定划算 因为左边这手碰跟白棋立下交换 白棋角控全部围绕了 所以说实战黑棋就简单连回 白棋冲断 黑棋挖斩 这里白棋有一个断点 不过现在不可能去补 不然的话角控就被黑棋掏掉了 这个目数太损 所以说白棋挡下来 这个地方白棋下的也是非常沉 这里作战的话 黑棋冲完之后挡住 白棋沾 黑棋跳 白棋搬住是比较和平的下法 脚上做活 那黑棋飞出 原地安定 实战 黑棋挡下来 白棋沾 然后黑棋要路跳的时候 白棋选择在外面封锁 那这样的话双方就谈不拢了 那黑棋肯定是先往二路爬 长气 顺便扩大眼位 白棋如果说直接搬的话 就太过于勉强了 这个地方被黑棋断 白棋不好下 左边要长出来 然后黑棋往前一长 白棋上下两边都要补 这个地方团住收气 补齐的话呢 黑棋往上跳一个 因为直接对杀的话 白棋气不够 这两颗子还要继续 往二路爬 爬的越多 亏的越多 白棋如果说飞起来 那这个地方被黑棋打完之后 在一起要出问题 这里白棋气太紧了 所以说白棋还是只能先跳一个 让外面的这个包围圈 稍微完整一点 然后黑棋长气 白棋挡住 这里冲断的话 暂时也出不了棋 所以说黑棋也就不着急交换 不然的话自紧一气 黑棋先一路扳 白棋猴一个 之后黑棋点一个破眼 白棋冲 黑棋夹 白棋一路立 接下来黑棋往一路跳一个 是收气的好手 这个地方白棋往下冲 那黑棋站上 这个对杀白棋很明显气不够 白棋只能往左边冲 黑棋沾 收气 之后白棋挖一个也是收气的好手 黑棋提 白棋沾 黑棋再提节 接下来白棋先往上手脚 这手棋价值也非常大 可以扩张左边的模样 黑棋也没有在脚上补 而是在右下方先把这块棋安定 之后白棋再提节 黑棋挡下来收气 这个地方白棋扑一个就形成缓气节 这样对于黑棋的压力并不大 所以说白棋也没有着急收气 白棋不走的话 那黑棋也不可能去补齐 补一手那效率其实并不高 接下来白棋往上大跳 连回这四颗子的同时 扩张中间的潜力 不过这块空并不是很好为 首先黑棋往这飞 就可以压缩白棋的目数 然后再往上尖冲 这个地方黑棋还有一系列的腾罗手段 之后白棋飞一个分段黑棋 如果说黑棋冲下去的话 那白棋贴住先手再往上一跳 黑棋就被分段了 这里也不太容易做活 实战黑棋往前压一个白棋爬回 黑棋如果说扳白棋断 再扳的时候白棋可以二路扳 这里看上去白棋比较薄 但是因为黑棋外面这四颗子弃紧 所以说也出不了棋 实战黑棋还是在脚上碰一个 想在这儿做活 白棋断打 然后把黑棋包进去 黑棋打吃 白棋挡住 提掉白棋站 那这个地方显然还有棋 不过黑棋也不着急去补 可以先在中间破空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必须跟着走 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之后白棋扳 冲一个挡住 然后黑棋再往旁边一震 因为黑棋中间多了一些包围圈 所以说白棋右下方现在肯定要补齐了 往外逃跑现在不太好跑 点刺 回一个作业 之后黑棋继续冲击白棋中间的包围 打吃完之后 再往上一碰 这个地方 AI建议白棋往上打吃 然后再顶住 这里白棋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组合拳 黑棋搬进来的话 白棋可以往二路搬 因为黑棋这四颗子弃紧 猴一个 那白棋再爬 这个地方黑棋再长以后 白棋粘上上方这颗子 脚上这颗子也可以长出来 黑棋提的话 白棋搬 那黑棋上方已经被分段了 这个是分段黑棋的一个组合拳 实战白棋挡住 黑棋打吃完之后再反扳 黑棋的目的就是在破空的同时 把白棋右上方这四颗子切断 白棋如果说藏在这 那黑棋打吃完之后穿出来 左边这个段也不成立 黑棋直接往中间打 白棋这两颗棋筋就要死掉 所以说白棋先敞一个 黑棋打吃完之后再飞 那要求白棋中间补 但这个地方白棋还是可以拖先一手 先往脚上碰 在右边坐野 中间黑棋一手棋也封不住 跳加的话 白棋断完之后再从这儿断 那黑棋只能提 因为黑棋长的话 白棋跑出这颗子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都要打吃穿出来 黑棋封不住 黑棋提掉的话 那白棋冲一个也可以把这些子连回 那这样的话 右边多交换了一手 那这里坐野就更加容易了 实战白棋直接扳 把这块棋连回 但是黑棋这里就走得比较厚了 接下来再往旁边拆 要大吃白棋 这个棋确实白棋非常危险 直接拆过来的话 关键是黑棋周围还是比较厚 而且白棋的生存空间并不是非常充足 简单往这儿跳一个黑棋二路点 两边都可以联络 那这里白棋的眼位还是比较成问题 而且周围的借用也比较少 所以说白棋先往这儿突围 这个地方黑棋直接分段的话 如果说走在这儿 那黑棋自身的这个棋型也会比较担保 白棋从黑棋联络 上方这里还有跨段 黑棋二路小间 白棋再往外飞穿出来 黑棋也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所以说 还是要先把白棋整体包进去 黑棋贴住 之后白棋靠住在这儿扩大眼位 因为黑棋从这儿打吃的话 白棋以后二路打拔 而且在提掉这颗子之前 还可以先往上扩大眼位 那白棋就可以做活了 所以说黑棋还是沾 白棋再碰一个 从两边同时扩大眼位 因为这里如果直接联络的话 被黑棋点刺 那这个眼位已经被压缩不少了 那这边做活会变得比较困难 实战白棋碰 黑棋虎一个 然后白棋扳 这里走到最撑 黑棋打 然后白棋再长 这样要比直接单长好很多 黑棋提 白棋再虎下来 之后黑棋打 这地方白棋就不要沾了 沾的话被黑棋往这儿一打 如果说白棋再沾 那这里还是不能做活 白棋 如果走这儿 反打的话 再打吃 那黑棋可以先在右边补齐 把这三颗子连回去 这里就形成截针了 也是比较复杂一点 实战白棋直接靠压 那黑棋右边这里的联络还存在一些问题 然后再往上打吃 黑棋提 白棋长一个 黑棋挤先手 那白棋因为右边弃紧 这里肯定要补断 然后黑棋再挖盾 这个地方就看白棋往哪边打吃了 如果说往右边打 然后把黑棋封进去形成对杀的话 关键是白棋上方这块 气比较紧 黑棋刺一个先手 然后再往右边跳 长气 白棋挡住 以后黑棋这里 沾也是先手 白棋右下这块先要长气 然后黑棋再往上扑一个 跟上面这块白棋对杀 白棋肯定气不够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只能往左边打吃 然后把右边起掉 争取从旁边跑出来 那黑棋这里的木树还是比较便宜 接下来白棋往中间冲一个 黑棋刺一个先手 贴住 黑棋下的也是非常实惠 就直接把上方这四颗子也给吃住了 这个时候黑棋还是稍微有些优势 接下来白棋往下方二路跳 先把这块棋的眼位撑出来 然后再往左上方踢截 接下来这个截就非常重要 之后黑棋往中间飞 旁边有这个切断 白棋粘 黑棋再踢截 白棋左下方打吃踢截 黑棋在右下断打 黑棋在收空的同时 少结材 下手棋白棋小尖不太好 这个地方还是应该粘 同样是做活 粘上的话这里的空围的就比较扎实了 小杰的话以后黑棋往里面冲 这个地方白棋的木树会比较损 我们先看实战 白棋找结材提节 黑棋在一起 这地方白棋长 长到这一下主要是为了上方这手冲 黑棋断不进去 这样的话白棋就可以往中间联络 接下来再提节 黑棋往左边顶住提节 然后黑棋再往下打吃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白棋这里的空已经被黑棋打穿了 这样的话白棋只能单关连回 所以说这里的定型白棋是比较亏的 然后双方继续拼这个结 白棋往上收空 黑棋提节 然后白棋右边粘提过来 团住提节 白棋直接把左边这个一路搬走掉了 那这样的话黑棋补一手 然后白棋左下方就全死了 之后白棋提节 黑棋往这连回 这也是个先手 马上要断 白棋粘黑棋再提节 白棋打吃完之后提过来 然后黑棋往上小尖 这个地方可能白棋还是应该拼一拼 把这里挡住 然后继续跟黑棋拼这个节 虽然说可能白棋的节才不太够 因为以后黑棋上方一路搬 包括粘上 还有中间冲一个 这个地方黑棋节才还是比较多 但是实战白棋直接选择 把脚上这一块吃掉的话 黑棋一路大生腿 这里收一收空 那白棋全盘的目数就不太够了 那接下来就没有太大的变数了 都是一些小关子 最终的结果是黑棋获胜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